幻屁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米小圈 米小圈 动画成语课 赛温施马 恭喜米小圈同学 江小牙同学 闯入本次脑筋转弯大赛的决赛阶段 最终获得胜利的一位 将得到老师亲自准备的神秘大礼包 神秘大礼包 谢谢 米小圈 你别想了 赢得大礼包的一定是我 咱们走着瞧 好 比赛现在开始 提问 谁是动物园的百兽之王 当然是动物园园长了 提问 什么帽子不能戴 太简单了 无私吧 提问 什么字人人都会念错 错字 提问 狐狸和乌龟赛跑 为什么刚一起跑 狐狸就摔晕了 因为狐狸狐 狐狐狸 提问 老师点名让动物们背客文 小猫 小狗 小兔都举手了 请问老师应该叫谁回答 叫谁回答 这是什么贵问题 那个小兔 错 是小狗 因为 旺旺先辈 这也有 恭喜张小牙同学 获得了本次大赛的冠军 我赢了 我不可能输的 张小牙同学 这是冠军的奖励 给你 谢谢老师 蜜小圈 你想看看这冠军的礼物吗 完全不想 不想也得让你看看 瞧好了 你看 奥林匹克数学习题大全 什么不可能 张小牙 你这么聪明 就把这些奥数题都做了吧 下个月的奥数比赛就靠你了 不要啊 老师 幸亏我没得冠军 真是赛翁师马 胭脂飞幅啊 同学们 米小圈刚刚提到的赛翁师马 胭脂飞幅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成语 比喻虽然一时受到损失 反而可能因此能得到好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看完今天的成语故事 你就明白了 战国时期 七国混战 百姓苦不堪言 而在遥远的边塞 有一个叫赛翁的老人 靠养马 放牧为生 这一天 赛翁如往常一样 早早起来喂马 却发现 马棚中 有一匹马不见了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然而赛翁却没有因为马匹丢失 而伤心难过 赛翁 马找到了吗 不急 不急 白白丢一匹马 你还不着急啊 我倒是觉得 丢匹马也未必是啥坏事 再说 这事可能还没完呢 不急这下定论 赛翁 你就别自我安慰了 还是赶快出去找吧 赛翁是真的没有因为丢马而着急 他还是有条不紊地过着日子 直到几天后 邻居急匆匆地找到了赛翁 赛翁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没想到前几天赛翁丢掉的那匹马 又自己跑回来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匹马还带回来一个同伴 赛翁丢掉的那匹马 你可真神了 你怎么知道自己会失而复得呢 还一下得了 真是恭喜你了 哎哟 没什么可恭喜的 天上不会白掉馅饼 白白得一匹马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啊 哎呀 这话从何说起啊 赛翁因为家里无缘无故来了一匹马 很是担忧 但他的儿子却对这匹马非常喜爱 整日骑着他驰骋在原野上 非常快活 然而 让赛翁担忧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赛翁 不好了 你儿子出事了 原来 赛翁的儿子骑马时 不是落马 摔断了腿 哎哟 爹 我还年轻了 就成废人了 赛翁 你也别太伤心了 没伤到性命 就算很幸运了 嗯 你说得对 大男不死 必有后福 儿子 我看你虽摔断了腿 但是对你来说 未必是件坏事啊 别 你说话告诉我 我是不是你假来的 我的腿都摔成这样了 怎么就未必是坏事了 孩子 听你爹的话 你爹他 可神啊 一年后 战火还是烧到了边塞 村子里的年轻人 都被朝廷强行 争取服了兵役 朝廷有令 村里年轻男子 马上去军队报到 为令者 斩 这场战争打得十分残酷 村里奔赴前线的年轻人 几乎都战死在了沙场 我要孩子们啊 然而却有一个例外 赛翁的儿子 因为摔断了腿 被免去了兵役 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赛翁啊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佩服了 哦 佩服我什么呀 你看啊 当初你儿子落马摔断了腿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只有伤心难过 而你却看得更深更远 结果真让你说中了 你儿子还真的运祸得福了 这世间的事本就如此 好事可能带来坏的结果 而一些坏事却在冥冥之中 帮了你的忙 真是福祸难料啊 一件事是福是祸 确实难料 但只要你能做到静观其变 不忘下定论 就算拥有大智慧了 赛翁 受教了 爹 爹 不好了 咱家的马又不见了 嗯 我知道了 爹 您不着急吗 孩子 这叫赛翁狮狮马 烟之飞狐啊 同学们 这就是赛翁狮狮马的故事了 那听完这个故事 你们有什么感触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 也可能变成好事 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嗯 那谁来说说 我们平时有什么赛翁狮马 烟之飞幅的事 老师 我来说 有一次 我不小心把我的书包弄丢了 哦 然后呢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没写作业 嘿嘿嘿 简直太幸福 太开心了 这怎么可以 嘿嘿 我爸妈也说 这怎么可以 第二天 他们又给我买来了 新的书本 结果我一晚上 写了两天的作业 好了 我们继续上课 谁来说说 赛翁狮马的敬义词 因祸得福 就是赛翁狮马的敬义词 那反义词呢 我知道 当然是祸不单行 和雪上加霜啊 很好 那谁能用 赛翁狮马造个剧呢 我来 李小圈没赶上 那辆公交车 可以说是赛翁狮马 胭脂飞幅 因为那辆车 走到半路 就抛锚了 啊 铁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因为我就在 那辆公交车上 嘿嘿嘿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李小圈 陪你快乐学语文